在这个协同防守上 现在两个人还是不够默契 微信 我们传的球都要让同伴再调整一下 如果身边有两个人小范围的一包夹 这个球就丢了 严松现在这一边也是对方两个人赌 也没办法往前突 投球摆过来 机会 打门了 好球 漂亮 相当的精彩 李金宇 终于 打进了在国家队的这个进球啊 这个时候很多喜欢李俊宇的朋友就详识那四个字叫绝对大鱼 相当的不错 其实刚才说到小伙子们面临的是什么呢 是压力面临的是考验 这一球刚好能够婉转局面 这一球确实 我相信很多电视间的观众应该是跳起来才欢呼了 对 那么这个进球实际上也是 韩来西亚队下半场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下 补防不够及时了 才使得李金宇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球传 赵俊哲的传球 李明的头就后蹭 机会球没有浪费 漂亮 下半场比赛进到22分钟的时候 中国队 凭借了李金宇的一技进射 攻破了对方的球门 而且李懿的前叉也非常好 把对方的三个防守队员都吸引到李懿的身边了